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东港黑鱼鱼记最特别的就是加了单车漫游的部分 借由单车漫游大盆湾 让大家了解到东港除了海鲜美食之外 它还有很多的人文还有景观 让游客可以更深入能够探访东港这个地方 其实大盆湾有很多的秘境 这些秘境的重点在于有六个人工湿地 这些人工湿地别有洞天 另有一番特色 而且里面也非常的凉快 非常适合合家大小一起过来骑单车 探游大盆湾秘境 像盆湾湿地 旗峰湿地 或者是红树林湿地 这几个地方绕进去 里面也有类似像龙猫隧道 迁行穴道的地方 那你像盆湾湿地 它早期是红郡右校的地方 以前的军中监狱 那现在变成一个非常特别的秘境 你可以在那边点一杯咖啡 享受一个下午的宁静 那这些地方都是一般人不会过来的 那像是草口平台 你可以在那边玩现在最流行的立奖 SUP 甚至可以玩水上喷射像钢铁人这样的装备 那这些都是别的地方你所看不到的 因为大盆湾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地方 非常适合从事水上活动 所以你可以借由单车旅游 发掘更多大盆湾的特色 基本上我们游客到达之后 我们会安排它开始选择适合自己的车辆 然后检查车辆装备 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出发 第一个点会先到落日湾 落日湾这个地方 可以直接观赏到整个大盆湾 500多公顷 所有的景色一览无遗 我们会在落日湾先初步的介绍 大盆湾所有的地标 包含跨海大桥 冰湾之心 这些地方都可以从落日湾看得非常清楚 落日湾之后 我们会再带游客到起风湿地 在起风湿地里面去探访 人工湿地的生态 还有介绍这个人工湿地的相关的动植物的部分 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 大盆湾这个地方 非常丰富的人文跟景观 哇 看到他们的脚踏板 不停地转动 真的跟阿湾感动到要脑袋了 好久没有这样子自由奔放的健身运动了 脚踏车也是一种身心健康的运动 当然啦 不仅是运动而已 那么运动了咧 咱们要来吃好料的哦 说到当天的好料的 第一个想到的一定就是 所以另外一个话题叫做 港边海味体验 在这个体验里面呢 很特别哦 不可以让你吃到黑暗虹 也会让你来DIY 制作黑暗虹sashimi 对怎样切到怎样烦 不要吃下去 你可以在这里 让黑暗虹sashimi完全制作风湿 不快 带到我们港边海味导览员 吕佩云小假 也还有少女梅小假 再会来实施这些 当港上有着色的蜜蜜蜜蜜 欧岸层 最一开始会先带大家到 东港的拍卖市场去看黑鱼 那根据当时的时间呢 会有不同的黑鱼作业的一些过程 那去玩拍卖市场之后 我们会沿着鱼港的旁边 跟大家介绍一些 关于就是黑鱼的鱼法 然后鱼具的一些内容 甚至是周围的一些 比如说制冰场啊等等的 介绍完之后 我们会再绕进去华侨市场 那华侨市场里面呢 我们会特别带大家到 四个不同的摊位 其中一个摊位会跟大家介绍 这个在地的生鱼片 那这个地方就主要是在介绍 在地的这个 尾岩神钓的部分 那再来我们就会在 第二个摊位 去跟大家介绍 大鹏湾的采集海产 那第三个摊位呢 就跟大家介绍 哪些鱼货是东港捕捞的 或者是附近养殖的 甚至是进口的鱼货 让大家认识 其实在摊位上 有很多不同的鱼货 那最后呢 我们就会带到一个 樱花虾的摊位 在这个摊位跟大家介绍 虾猴 樱花虾 中虾等不同的虾 要去怎么辨别 跟它不同的一些滋味 然后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会让大家来做 生鱼片体验的DIY 那DIY的部分 就由东港风水产的老板 会来跟大家介绍 怎么分切生鱼片 分切生鱼片完之后呢 可以如何去做品尝 甚至做炙烧 最后呢 还会让大家品尝到 这个黑鱼的下巴骨的部分 大概是这样子 会做一个行程的结尾 东港最有名的 就是黑鱼鱼跟鲤鱼生鱼片 可能大家提到东港 想说就应该要来吃海鲜 但是呢 在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过程中 发现客人会对一些 鱼业的知识 或生鱼片的部位 他们不了解 然后有这个方式 去推广一下食鱼教育 也是符合现在政府 在推的一个政策 大家都在说嘛 如果你的食鱼 加上文化 这样吃起来 是不是更有滋味 东港是个渔村的重镇 不光只是吃 如果是有一点文化底蕴的话 传播效率会更好 东港黑鱼鱼文化观光季 已经是全台最久的 一个纪念的活动了 然后黑鱼鱼 也是因为它有季节限定 所以就是物以稀为贵 更能代表这个季节性 四到七月份的一个时间 然后而且黑鱼鱼分得特别的细 可以分到头部位 上腹下腹中腹骨头 它全身都是饱都可以用 经济价值也是不同的 所以这样子的去推广 会更代表渔村的特征 游客做体验 我们一般会专业讲解完之后 也会跟客人说 诶 你高兴就好 反正都是您自己吃 而且通过DIY 它自己动手的 不管它切得好跟不好 它都会非常开心 都会觉得就是 全世界最美味的东西 好啦 这样大家都对 端端有更新的实材了好 感谢大家对阿秋来到 鱼村好记得 熬一个地点 咱们去哪里呢 请慢慢期待啦